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避寡妇的房屋被风雨打坏了想借助一晚 男子断然拒绝 寡妇说之前有个女子来不及进城回家 柳夏会担心她哀寒受冻 所以让女子坐在自己怀中取暖 也没有人说她淫乱 但鲁国男子还是没让寡妇借助 后来就用坐怀不乱形容男子行为正直 即使与女子同处一室也不会有邪念 想知道更多不守的故事就去看 不守的故事课1 128比大小